中了降頭的緣故呢? 莫思瑜記得陳婉營也有這種表現 越戰越強 但就在羽田愛即將登峰的那一刻 莫思瑜在他耳邊說 快到二十日必來 話音未落 羽田愛的眼瞬間變得精神奕奕 那個都是女人興奮時才有的色彩 但她見到的 她是自己被一個男人壓在身下 那一瞬間她甚至還未認出是誰 因為兩個人的臉貼得太近了 她雙手推向莫思瑜的胸口 將她稍微推離自己的身體 這樣才看清楚是莫思瑜 不假!你這個壞人!你放開我! 羽田愛開始手腳並用 想要將莫思瑜從自己身上趕下去 但莫思瑜這個時候 牢牢地佔過著主動性 無論羽田愛使出怎樣的招數 依然不可以減輕莫思瑜的攻勢 減減 無謂的反抗 將全身的力氣都消耗枯盡了 其實女人最強的武器 invis pound 不是她們的力氣有多大 而是她們的眼淚有多慘 所以當自己的反抗不愁呢 乙田爱的眼泪就啪啪声地飙出来 大力莫斯园就不为所动 在他耳边小声地说 其实你仔细地体会下 你就会发现我对女人其实挺好的 尤其是听话的女人 你如果配合一下 会有更加想不到的效果 虽然他这个时候 恨不得杀了他 但他在考虑一个更加可怕的问题 自己刚才怎么会好像断了片 好像有一段思维完全是空白的 那一刻自己做了什么 而且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出现 在莫斯园住的酒店房见面的时候 也发生了这种事 简直太可怕了 虽然自己想着其他的事 但就没办法改变现实 莫斯园的攻势一轮高过一轮 就算他是木头人 做出忠实反应的 还是他的身体 他情不自禁地抱着莫斯园 莫斯园坐在椅上 点了支烟 望着一片狼藉的大床 笑了笑 这次的滋味是不是跟博物馆厕所不一样呢 莫斯园这个人很善于利用情绪 这句话就等于在雨田爱的伤口上审验了 所以得到的是雨田爱将床头的烟灰缸 向着他的头扔过去 莫斯园一伸手 接着烟灰缸 将手就迫在烟帝 禁锁了 呵呵 喂喂喂 吃完饭就打材司 那不是很好吧 起身穿好衣服 也都不理雨田爱 直接走出酒店的门 喂在哪儿啊 可不可以见个面啊 莫斯园被白鹿打了个电话就问了 可以啊 聊完了 是啊 聊完了 刚刚在酒店开放出来 有点累 你如果不方便 那就再约个时间吧 莫斯园的话里 虽然故意露出一丝皮态 但男人的怨要 他是很清晰可闻的 而且是跟一个女人说 自己跟其他女人开火的事 搞到白鹿 幸不得拉他过来 升他两巴 但他知道 莫斯园这样是故意的 所以生气也只是一瞬间的事 那你回去休息先吧 我有空再去找你 白鹿都是个钓鱼的高手 莫斯园这些把气 他怎么会看不透呢 感到是很出乎莫斯园的意料呢 但自己的话都搞出去了 再转回头就显得自己很无灭 所以只能够硬拆下去 吸着电话回到酒店 本来他都打算好了 既然羽田安的目的 是要插发自己 那就不会对自己 和自己的女人不利 否则他们的计划不可能成功 那就可以出去玩玩了 如颜尤家和苏菲在酒店里面 都吐到要瘋了 广街是女人的天性 所以再谷下去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但计划就永远赶不上变化 莫斯园一落的士 就见到白鹿已经在酒店门口等着他 特体的深色套装 戴着黑色的羊皮手套 大鱼帽将他的面遮了三分之二 一般人还真是认不出他 哇,是 那么迫不及待来找我 是不是有事啊 去哪里聊 我刚在这里开了房间 去我房间聊 白鹿另转身就向酒店的电梯走过去 看来你是有避而来 连火都开好了 怎样啊,以后打算住这里啊 我就没时间陪你啊 上边了一两个啊 你以为我跟他们这样啊 白鹿面不改色地说了 哦,你跟他们哪里不一样啊 不是就是为了贪徒我的美式吗 你这么不要面 看来你很适合这份工作 什么工作啊 白鹿没出声 回到房间之后 莫斯打算继续问的 但就被白鹿制止了 他在自己的包子那里 拿出一件发射器一样的仪器 在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找了一次 那才放心地关了房间回去 说啊,什么回事 什么啊 你不是说找我有事吗 什么事啊 哦,这回事啊 我搞清楚了 雨田爱主导约我 其实就是为了策反我 我不知道目的是什么 但这句话你觉得可不可信呢 策反你,你有什么价值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说是要策反你还是有可能的 但我可以做什么啊 是不是啊 白鹿都不知道 石田阳萍是怎么想的 怎么会突然想起策反莫斯瑜的 这里里面 难道自己还有什么疏漏 还是莫斯瑜有什么 没有告诉自己呢 还有呢 还有就是他说 跟史密斯的合作好像没有成功 因为谈合作的同时 石田阳萍派人去史密斯家里偷东西 偷不到 好像就没有了两个人 这件事我知道 但是跟策反你有什么关系啊 白鹿依然就不明白了 我怎么知道啊 拍卖会马上就要举行了 我这次来伦敦主要就是为了拍卖会 所以我不理其他的事的了 拍卖会一圆我就回国内了 这儿太空险了 对了 打黑窗的人找到没有 今天来我也是想跟你谈这件事 你知不知一个叫贺长雨的人 是他 不是他 是他找的人 而且他找的人就是我们自己人 这件事搞大了 你最好不要再跟他有什么糾纷了 白鹿无奈地说 差点把你打死就这么算了 如果不是还想怎样 你想怎样 白鹿没来好气地问 我不想怎么办 问题我和他没有什么矛盾了 他怎么会这样的 那不是想拿我的命吗 就这么算 如果不是青手认出我 你以为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吗 青手认出是谁 你跟我说我保证不打死他 莫少爷生气了 青手不在伦敦了 做完事就回了巴黎 哦 原来是你的老徒师 莫少爷一吐 马上就明白白鹿的意思了 你不要乱来 我已经不在巴黎了 很多人和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要再跟我惹麻烦 白鹿警告莫少爷 莫少爷虽然点头答应 但心里肯定吞不下这口气 扑你的街何长雨 我怎么会就这样放过你 再说一下你的事 你要帮我一个忙 白鹿叫莫少爷不出声 继续说 什么事 莫少爷很警惕 没其他事 你在史密仙家的表现 我分析他对你 有很大的兴趣 所以我要你好好地利用这一层关系 争取成为他的助上宾 为日后做铺垫 做铺垫 你想做什么呀 我想你做什么就不用管了 你按照我的去做就行了 可不行 你把我卖了点白了 再说了 你不说什么事我心里没有底 白鹿犹豫了一下 还有图子的事 我们通过监控石田杨平 非常肯定地知道 他来伦敦参加拍卖会是假的 他的最终目的就是想和史密斯合作 开发菲律宾金库 叫我去偷图子 那我不拎了 莫斯瑜直接拒绝 我知道你做不到 所以不跟你说 就怕你到时候把持不住 暴露了 那不就麻烦 做内议的事我都不做了 莫斯瑜截住了白鹿所有的话题 白鹿没有理莫斯瑜的话 继续说了 史密斯在香港那几年 通过黑白的手段 得到了不少中国文物 我想你肯定会这么兴趣的 无论是黑还是白的 那别人的本事 这件事你都要理 莫斯瑜不为所动地说 据我所知 在哈尔会的那个庄园里面 史密斯珍藏着不少价值联成的古董 当然了 最值钱的还是黄金分布图 如果找到这件事 那日本人在菲律宾藏金图 也可以重敬天日了 这样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 那些东西不在我们侯借的范围之内 第二 那些东西也不是我们的 你就算是找到 你可以运得回来 莫斯瑜瞪着眼就问了 这是他的习惯 当他对一件事心动的时候 总是会情不至今 只眼会瞪来瞪去 这个细微的变化 令到白鲁察个岛了 而且也只有他知道 莫斯瑜的确是心动了 虽然缅甸那些黄金没有给他带来切实的利益 上次卖的钱确实到了他的手里 虽然托拔清远还未摆脱黄俊财的狗钱 但莫斯瑜相信还是有机会的 到那时托拔清远还有什么理由 再省自己的钱呢 现在说其他事还做 其实这是一个一石二鳥之计 这些黄金宝藏都是日本人当年从东南亚各国抢过来的 即是未来得及找回到日本 一旦发现了这些黄金的确设位置 至少可以利用这些巨额黄金财富 分发东南亚诸葛 白鲁悍悍而淡 莫斯瑜也没有想到黄金的背后 不单单只是财富这么简单 财富的正常运用只不过是钱 但钱能通神 尤其是各同国之间的利益 更是需要用钱来衡量 在现实的国际社会 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 温情默默起不了作用的 日本人想把手伸向南海和东南亚 东南亚这些小国为了各自的利益 根本就不记得当年日本人带给他们的伤害 一个一个成为美国日本的走狗 这些黄金如果可以免费 将极大地扰乱东南亚风云 这些黄金到底归谁 谁多谁少怎么分配都是一个问题 他们现在在吵 可以为我们赢得机会 也可以为我们插手东南亚提供机会 莫斯瑜如果你是中国人 就不要置身事外 这件事如果造成了 国家会记得你的 白佬说得有些动情了 嘿嘿 米米米 我看还是不要让国家记住我好 国家记住了的人 一般都会去见上帝的 这件事你再让我想想 看你觉得这么热闹 我为什么就见不到我可以得到什么呢 你只是为了让国家记住我 令国家记住你 这是最高的荣耀 你还想怎样 你还想要什么呢 莫斯瑜的嘴一变 心想 呵呵 不愧是国家的亲女 真是和梁家很近 她知道在白鹿里是得不到什么好处 最好的方式是与白鹿合作 曾经会夹大自己的好处 你要的人我已经帮你救出来了 你想要什么时候见 随时可以通知我 这么快 所以我办事你放心 只要与我合作 不会令到你吃虧的 白鹿是打一巴 给一粒甜组 一边威胁莫斯瑜与她合作 一边再用莫斯瑜所要得到的诱惑她 那你安排我叫她呢 她现在身体不太好 只是在一间华人医院的疗养 但我有点奇怪 我查过这个人 他是因为偷大英博物馆的东西 你不会想利用他去偷大英博物馆的东西 我劝你不要这样做 因为现在中英关系不错 无论是英国或者国内 如果你这样做 他们不会放过你 你错了 我只是觉得这样的人才太可惜了 再说 他亦是为了令到我们的国宝 回归祖国才这样做 那也不一定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也不知道 但这个人不要控制 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 嗯 不用你说我问的 莫斯瑜怎样做怎样做 莫斯瑜走了之后 雨田爱在床上睡了很久 这样才慢慢起床 去了洗手间 打开花灑 任凭热水从天而降 他赤着脑 抱着膝固在地下 不知道自己的脑在想什么 总之这段日子所经历过的事 令到他很难再回到以前了 那条死扑街 一再欺负自己 但自己呢 还要抹干抹净送上门 这样的威力 他只能打烂棚牙吞下肚 莫斯瑜在他的眼里 已经变成了魔鬼的化身 但越是这样 他越想要杀了他 挖强的心理 令他很难把自己的经历释远 一边是自己的任务 一边是自己的仇恨 现在这两样东西 居然叠加了 这是自己的机会 既然老师要他负责 策反莫斯瑜 那自己就要暂时 忍一忍这些屈欲 怎样才可以 炸干莫斯瑜最后一滴油 这是他现在要想的事 但关于自己 为什么和莫斯瑜在一起 会时不时断片 他不可以说 也不可以告诉任何人 这个是自己的秘密 他担心一旦让老师知道了这件事 自己将会永远失去报仇的机会 那好吧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莫斯瑜站起身 打算离开白鹿的房 但刚刚起身手机就好了 打开来一看 哇 有条我的电话 这条女儿还真是执着 怎么办 接啊 看看他说什么 喂 什么事啊 这么快就想着我了 还是刚刚还没吃饱 想着再来多活 莫斯瑜自然是看不到 宇田爱的反应 但白鹿的反应 他是看得一清二楚 我们之间可能有点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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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事 我可以原谅你 我们一起喝咖啡 好吗 哇 你没有病吧 如果不反对 那我就当你同意了 如田爱牙花轻轻的吸收电话 刚刚配合打电话的表情 也瞬间变得阴冷了起身 白鹿看着莫斯瑜猜意的表情就问了 干吗 发生了什么事啊 莫小儀放下電話 哈,你說這個姑娘是不是有病啊? 她還真是糟糕,有個明天喝咖啡 宇田愛? 除了她還有誰啊,我就不明白了 唉,我問你了 你們是不是也用過這一招啊? 美人計啊? 替我死開,我是實力派啊,死用美人計嗎? 白鱸沒來好氣地說啊 那我應該怎麼辦啊?真的去啊? 她不想去見宇田愛啊 房間裡面還關著兩個的 已經對自己有很大的意見了 自己再這樣周圍抱去獵尾,那是不對的 你先回去吧,我想想辦法 莫小儀知道她說的想想怎麼辦 其實就是請示上級,應該怎麼辦啊? 莫小儀這個時候後悔 自己為什麼將這件事告訴她 以她的脾氣,自己這次肯定又掉落淌了 白鱸肯定會叫自己將計就計? 但這樣就玩完了啊 莫小儀是看著抗日神劇大的 現在看到的日本人都很惡心 當然啦,女的除外啊 但問題是自己不可能 一直都跟宇田愛這個女人在一起 萬一後來有些兒子過來那怎麼辦啊? 你為什麼才回來啊? 飯呢? 魚眼猶家一開門,發現莫小儀對手兇兇 哎呀,忘了買啊,走吧,我帶你們出去吃 唉,怪你那些事啦 誰再這樣惹我不高興,我把他剁掉了 莫小儀沒來好戲的說 懸眼猶家身後跟著的是蘇菲 什麼啊?誰又激了你啊? 莫小儀也意識到自己失態了,笑了笑 哈哈,沒事,就是生意上的一些事 走吧,出去吃大餐 白鹿站在窗後面,他已經得到消息了 說莫小儀帶著兩個女人和幾個保鏢出去吃飯 請示他怎麼辦喔 他還可以說什麼啊? 只能夠要自己的人軟一軟地跟著 有危險及時事警 沒有危險就監視莫小儀都在做什麼 你說這件事靠不靠得住啊? 白鹿的電話打了給他的上司老汪 老汪很猶豫啊 雙面間諜不好做的 不要說莫小儀有沒有這個本事了 就算有這個本事 他可不可以為我所用都是另外一回事? 萬一失控那怎麼辦? 靠得住 我還是覺得莫小儀靠得住 至少我沒有發覺他有什麼惡行 我覺得這件事可以試一下 也是我們最好的機會 沒有做什麼惡行 白鹿你太看小他了 我得到的消息 他不知道在哪裡得到一筆錢 在緬地買了不少的翡翠玄石 現在都在北京一家珠寶公司收買的 更奇特的是 買玄石的錢都是用黃金支付的 我們還未查清黃金的來源 是不是在看外國的熱錢花錢呢? 你們都是未知數 莫小儀這個人膽很大 你千萬不要小看他 老汪就說 有這件事?我為什麼不知道? 汪叔我是負責莫小儀這條線的 可以說莫小儀是我的線人 他有什麼消息你應該告訴我 我也很及時調整策略 你們都知道了就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不信任我? 白鹿有點生氣了 你做了 我不是不信你 而是為了保護你 你和他的關係過密 有些事不讓你知道 到時候可能就牽連不到你 這是好事 既然懷疑他不過我花錢 那為什麼不拘捕他呢? 我們都是想動手 但是發現那些錢 入了別人的腰包 到時候 到時候 我們去看看